在18号 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再次遭到沙尘暴的袭击 强风卷起沙尘 形成一道巨大的沙漠 从凤凰城居民区上空席卷而过 厚厚的沙尘笼罩在城市上空 遮挡住了阳光 也挡住了司机和行人的视线 当天凤凰城机场多架进出港航班延误 据悉 这种沙尘暴高达900多米 每小时风速可以达到48公里 这是不到一个月之内 凤凰城遭遇的第二次沙尘暴 本月5号晚上 一场严重的沙尘暴袭击了凤凰城 造成部分地区断电 大量航班停飞 每年6月中旬到9月底 都是亚利桑那州的季风季节 由于该州有相当大面积的沙漠 因此沙尘暴时有发生